抖音副业月赚一万家 最快一天零亿 最快一天盈利 第二部分 了解抖音规则 养出高权重账号 具体我们要哪 那么要养出高权重的账号 具体我们要养哪些号呢 那么第一个号就是新注册的账号 那么你刚新注册账号 抖音是没有给你一定一些权重的 你的账号权重很低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去养号 后面会跟大家具体说怎么养 第二点 就是你很久没有获得推荐的 没有获得推荐量的一个僵尸号 那么有些小伙伴呢 其实看过其他一些课程 或者是一些文章 上面写的让你直接去搬运 直接去搬运 虽然在短时间内 你可以获得一些推荐量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 搬运或者是简单粗暴的 复制粘贴 到最后 都会被抖音的规则打压 那么这时候你的一个阅读量就特别低 而且推荐量也很低 我们称这种号 称之为一个僵尸号 第三点 就是一种你的号被降权了 也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违规 或者是简单粗暴的搬运 或者是你直接把别人视频下载进来 然后直接搬运到你的抖音号上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号就是被抖音降权了 后台会推送给你一个提醒 还有会给你一定 号的降权 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去养号 养一段时间 有一定 有一滴 有了一定的 群众粉丝 这个时候呢 你才可以去发视频 第四个是 长时间没有更新过 视频的一些老后 想要重新的去输出内容 那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视频的老后 就比如说 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接受 或者是没有人去拉我做抖音项目的话 其实我很少去玩抖音 因为在很早一段时间 我发现抖音很容易刷时间 很浪费时间 你不小心 刷着刷着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一两个小时时间 可以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后来我去操作之后 发现 等于那项目之中 有很多东西 不是我想的那样 其实也是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有利也有弊 好了 那么下一个 给大家讲如何去养号 其实养号不难 那么有一些就是自媒体平台 它类似的规则 类似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也都知道 就是一机一卡以后 那么每个平台呢 其实你用一机一卡以后 去登录 或者去刷一些内容 都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点是同一个IP下 不要超过三个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伙伴直接在家里玩手机 那么这时候你一个WiFi下面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号 两个号是正常的 比如说一些做抖音的团队 他们有几十个上百个号 这个时候他们全都是会用 他们自己手机自带的手机流量上网卡去养号 用自己手机的4G5G网流量去养号 不会用WiFi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你多个号 很多号都在同一个IP下面 同一个IP下面就很容易被 抖音官方判定为营销号 这点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是多号见谅使用手机流量 这点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么来说一下绑定的第三方平台 绑定第三方平台有什么用呢 有些人直接是用头条号去 因为有些人直接是用头条号去登录的抖音 那么你在头条号已经刷过一段时间 这时候去登录抖音的话 官方判定你 这个号其实是一个用户 之前一个使用过的用户 而不是一个营销号 而且你在抖音上去发视频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分发到头条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头条 抖音号上面 给你的视频 在头条上和抖音上都可以多缺到分发 下面来讲一点就是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有多重要 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这张图是一个个人号 一个是 这张 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就是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有多重要 看就是左边这张图 一个个人号的一个视频数 要达到一个视频 实名认证 需要就是 一个个人号视频数量 要达到大于等于10条 就是你要么发10条 要么 而且账号分数量要大于等于1000 那么这个就一个就是 商品分享的一个功能 那么实名认证呢 其实并不需要做下面两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单独做下实名认证 这对你的账号权重是有一定提升的 尤其当你去开通商品分享的功能 到后面呢 你是有一个抖家的加热 如果去做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 我们要去发抖家 其实是要花钱的 就是100块钱 可以买5000流量大概的 而且实名认证完之后 你还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回复 好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刷同行视频 刷同行视频呢 就是增加你某一个领域的群众 刚开始开通信号的时候 你可以先刷半小时的视频 随便刷一下 但是你去刷视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个玩播率 什么是玩播率呢 就是你要把整个视频看全部看完 你要刷半个小时 让抖音的一个机制去判断你这个号 是一个个人号 而不是一个营销号 一个正常使用的用户 那么你这半个小时视频全看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去刷一个同行的视频 每隔几个视频的 你可以对他进行点赞 关注还有评论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过程 第二点就是刷同行的一个直播 同行一个直播也能够增加你 在你这个领域的 或者说你要做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群众 比如说你左边这张图 可以看到搜索的关键词是护肤 那么当你要去做一个关于护肤领域的账号 你就可以去刷同行的视频 通过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去找到同行的去刷同行的视频 系统 抖音的系统就会判断你对这一类的视频非常感兴趣 然后就会源源不断的去给你推送同类的视频 那么抖音的机制跟头条都是类似 那么什么样的号材算是刷成功的呢 就是70%以上 你都能刷到同行视频 或者说70%的视频 你都是刷到关于你 区相关领域的视频 那么这个号就已经是等于是养号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有效互动 什么是有效互动呢 有效互动其实就是 点赞评论收藏和转发这些行为 那么有效互动 其实就是你看到某一个视频 然后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点个赞 然后觉得这个视频有触发到你的一个点 或者你可以给他一个走心的评论 那么收藏转发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属于用户的一个正常的流程 那么你想要抖音的官方或者机器判定你 这个号是一个正常的个人用户 而不是一个营销号 就需要你的有效互动也很重要 就是发一个表情 你肯定要说 你要发一段 比如说这个视频不错 我可以收藏吗 这些评论 那么你要发一句话或者发一段话 而不是只是发一个简单的表情 简单表情 抖音机制是 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有效评论 需要加上一段 简短的话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 就是我帮同行点赞是不是在帮他上热门呢 然后我就不帮不愿意帮同行点赞 那么说实话呢 其实你帮同行点赞了 之后系统会帮你带出更多同类型的账号 这是抖音的系统机制决定 那么有些时候呢 你主动去找 还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一些比较优质的账号 所以说呢 你去同行点赞或者评论 一方面你可以养好 另一方面 你可以获得一些不错的素材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用上抖音的机制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希望 可以认真地记录一下 OK 好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收集素材 那么你在刷同行视频的同时呢 你就可以收集他们的素材 同行是你最好的老师 他们的高端视频 是你该去学习和模仿的目标 那么收集素材呢 其实不仅仅你收集视频 还有收集一些爆款音乐 那么当你去刷抖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音乐 经常会刷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简单的去判断一下 这首歌有很大概率 会被抖音官方推爆 你去想想 当你刷十个视频 然后有五个 五六五个六个 都是关于那首音乐的 一个播放 都是同一个音乐播放 那就说明官方想把这首音乐去推爆 那么想 官方想把这首音乐推爆的话 首先应该去收藏这首音乐 而且结合你要发到一个内容 那么这时候就会很大概率上认为 那么怎么样去收藏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视频的右下角 就左边这张图 视频的右下角 我们看到一个音乐的符号 音乐唱片的符号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收藏的按钮 这里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素材都是在简映里面完成 那么简映里面 有一键调用抖音收藏的音乐 这个时候如果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 当你需要发视频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 再去网上到处找这个热门音乐 它可以 简映里面可以一键调用收藏的音乐 所以你要提前把它收藏好 很多时候 我们去找素材的时候 或者是我想到一首歌 或者想到 有我是个视频 要发视频配一首 这个比较火的歌 但是我想不起歌名 这时候我们短时间是找不到 我们要去找也很浪费时间 这时候 你要用上抖音右下角 这一个音乐收藏功能 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会提升你这个剪辑 发视频 发作品这个效率 用简映APP可以直接调用 收藏的音乐 简映APP是抖音官方指定的剪辑软件 那么在后面课程呢 会去更具体的也讲解一下这个软件怎么使用 我今天就到这里 从这一步就会 这个软件怎么使用 感觉的 预定我们的软件怎么使用